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聊聊G20这场峰会啊 然后G20这场峰会呢,我相信啊,很多都关心国际政治的一些朋友啊 然后会觉得这场峰会比较平淡,没有什么意思 就算是G20峰会最后出来的这个联合声明,大家也会觉得啊,没什么劲 但是的话,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讲G20这场峰会里面的最大的热点是什么 然后有两个热点嘛,一个是那个王毅跟这个布林肯的会面 另外一个呢,那也就是啊,法国和美国的啊,这场会面 马克龙和拜登的这场会面,成为了这场峰会上面的热点 首先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G20这场峰会走到今天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然后的话,很多的朋友啊,包含那些啊,公知,他会说啊 你看一看,中国没有啊,去参加啊,然后外媒也会这样说 中国没有被参加,要打造成西方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针对中国的大会,可是为什么到最后的那个联合声明 然后没有什么中国啊,不像原来的G7 也不像美国人,不管是拜登啊,还是布林肯去欧洲 到最后都要说一段啊,关于中国的一些声明出来 为什么这一场峰会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东西 只是到最后有一个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啊 倒是引到关注比较多,为什么?原因很简单的 美国团结不了西方了 美国人呢,你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个东西 也就是你美国现在不行了 并不是说中国现在有多强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并不是说中国有多强 中国成为这个世界上的霸权了 中国啊,不得了了,并不是这样 真的不是这样 中国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的GDP的这种国家 也不是也不少年头了 但是的话,总而言之 你这个世界第二大,你现在也没有到世界第一大 然后中国只是完善自己而已 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样 中国现在就已经变成了电大机客与客大机电 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了 我的市场足够大 我的人口购买力的增强 然后我市场就足够的强了 购买力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市场是否的健康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中国人的这个啊 算是收入分配上面这样的一个问题 中国只要在这方面把自己做好了 这个市场就强了 我不用超过你什么 对不对 我不用超过你们 我只要完善我自己就行了 然后的话 我的中国制造 然后呢,做的足够的好 然后我中国的工厂 我中国的产业 特别的健康的话 我中国制造也就会比较健康啊 只要是我中国制造做的好了 哎,我那个客的电大机客 我也就实现了呀 这两点就证明了中国现在的地位啊 而且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就算是这两点好了 之前我也跟大家提到过 中国有一个弱点 极大的一个弱点 也就是能源上的问题 能源限制了中国呀 然后中国不是一个石油产油大国 也不是一个天然气啊 产天然气的一个大国 很很重要的啊 这个石油天然气的来源 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 这就是中国身上的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弱点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跟美国中美博弈的一个情况底下 然后的话 不管是芯片啊 高科技啊 等等等等上面的一系列的一些问题 都给中国的一些企业和中国的经济 造成了一定的一些麻烦呢 但是中国现在在做什么 尽量的完善自己啊 尽量的完善自己啊 然后呢 西方把中国打造成了一个 恶魔一样的一个国家 事实如何呢 大家要看到 G20峰会就能给大家看到 这里 这背后的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 西方 尤其是美国 想把G20峰会打造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 大家要站在一起 要谴责中国的大会 就像当初的G7和之前的美国人去欧洲访问 做的那样 可是问题为什么没有成为这样的 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你美国不行了呀 美国人一直以来不正面这个问题 大家一定要知道 美国最希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把老二打下去 把中国打下去 那我美国那就安全了 对不对 我这个世界老大就没人能够跟我竞争了 只要你中国乖乖的给我下去 然后把你的钱交出来 然后老老实实的做 我美国的那种廉价商品的来源地 那就完事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不要想往上去走 这是美国人最希望的 并不是说我们干了多大的那种 那种震惊世界的事情了 把美国人击败了 美国人就要把中国当成敌人了 并不是这样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情况 可是G20峰会上大家看到了什么 其实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并不是傻 也不是笨 然后也不是说 你美国人说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利益 中国在往上走 然后的话 中国对于其他的这些国家上的利益 其他国家感受得到 其实就像是东南亚这些国家一样的 贸易伙伴成为第一名 两边的利益就绑定在一起了 你好 我也好 那我干嘛要你去死呢 中国就是在玩这样的玩法 可是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那样 美国最喜欢的是搞阵营 对不对 我们是同盟国啊 你看我们是北约 北约跟华约那是死对头 对不对 你是华约你就是我的敌人 我是北约 所以说美国最喜欢玩的就是壁垒分明这一套东西 走到今天还在玩 可是为什么美国玩不动了 美国人自己应该要检讨 美国人要自己好好的检讨这个事情 刚才跟大家讲到了啊 美国跟法国 也就是马克龙跟拜登的这场会面 是G20峰会上面的一个重点 然后从这个重点 然后的话大家就能看得出来 美国为什么没有把这个大会变成真正的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 团结我的盟友的大会 针对中国发表一些声明的一场大会呢 为什么没有变成这样 就算是中国没有去参加 只是啊视频的见了一下面 然后呢没有 习大大没有去参加 也没有达成这样的结果呢 是因为你美国不行了 到走到今天为止 我看到了一些美国人还在那说呢 哎呀你看一看 那个什么啊 那个拜登跟马克龙啊 见面了 两边相谈甚欢 然后的话 你看看两边牵手了 好棒棒啊 然后的话怎么怎么样 说实话啊 有的时候是幼稚 其实关于啊 咱们大陆的一些朋友啊 中国的一些朋友啊 其实关于这些事情 一定要看清楚 然后一定要看清楚这些事情 这个世界啊 是复杂的 美国跟法国的见面 我把它称之为这场G20上 峰会上面的重点 是为什么 因为在背后还有另外一个逻辑 也就是美国跟欧盟的竞争的一个关系啊 对不对 美国跟欧盟竞争的关系 尤其是美国啊 这个澳大利亚啊 把这个什么法国的这个潜艇订单给抛弃了 澳大利亚去买美国的核潜艇 这个事情上面直接得罪了欧盟 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 都对这个事情很敏感的 你现在割酒菜 割到欧洲去了 你知道吗 你割酒菜 割到欧洲去了 欧洲人自己啊 那个要赚的钱 你现在要把这个钱拿走 让你美国来赚 那他当然不乐意 对不对 欧洲也需要有自己的利益 法国也需要有自己的利益啊 但是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 欧洲自己的自身的能力不行 北约在欧洲驻军吧 也就是美国在欧洲驻军呢 多少个啊 多少个军事基地啊 且不说军事基地的问题 欧洲自己的军事能力没有 几乎是没有 大家一定要知道 欧洲几乎没有自己的军事能力了 现在 所以欧洲自己面对的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欧洲在这个世界上面 他肯定很难直接跟美国来对抗啊 大家也都知道拜登跟马克龙这场见面之后啊 也说了啊 那个什么是我一时糊涂 我糊涂了你知道吗 我太那个蛮横了 你看看我太笨拙了 对我太笨拙了 然后所以说才导致了有一些啊 潜艇上的问题 导致你法国啊 不开心 所以说我们美国啊 以表歉意 我把那些钢铝关税 我给你取消了 我美国跟你欧洲啊 所加的那些钢铝的关税 我给你取消了 然后呢 我们美欧继续好朋友 但是真能解决问题吗 你以为欧洲人傻吗 大家认为欧洲人傻吗 欧洲这个时候 一取消一个钢铝关税 我欧洲就跟美国站在一起了吗 人家不傻 但是的话 就是因为不傻 你把这个钢铝关税给我取消了 让我欧洲多赚钱了 我就给你个好脸嘛 对不对 你给我利益了 然后我就给你好脸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啊 归根界底是利益 你把利益给出来了 人家就得冲你笑一笑 对不对 你给不出利益的时候 人家当然冲你瞪眼了 所以说你取消这个钢铝关税 很好很好很棒啊 然后的话 所以说啊 法国跟你美国人啊 那个咱们笑脸先赢 可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美国 法国这个时候 真能跟美国站在一起吗 当然不是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 欧洲现在有点觉醒的意思 不想完全的靠你美国了 为什么 如果我完全的靠你美国 澳大利亚这个潜艇的这个事件 还会再发生啊 对不对 还会再发生啊 所以说大家从这个事情上面 就能看得出来 美国和欧洲的一种分裂 美国想要玩壁垒分明 玩不下去了 然后咱们可以看一看 法国是如何针对美国的 尤其是G20上 峰会上相关的一些新闻 法国 大家也都知道啊 笑脸相赢了美国人 就算法国人自己号称我胜利了 我胜利了 你看我去我的法国的大使馆 你住意大利的大使馆里边会谈 我胜利了 就算是法国人这种表现 但是的话 大家要知道法国对于美国还是有敌意 这个敌意来源于哪呢 两个新闻 第一个新闻 美国对这个澳大利亚 然后的话 你这个潜艇这个事情 你澳大利亚你还得解释 你还得解释 大家也都知道像马克龙跟这个莫里森 然后在G20峰会上面的一些照片 你找不出来一张是带笑脸的 马克龙那个表现都是瞪着眼看着莫里森的 然后的话 用一种强势的态度针对莫里森的 然后为什么是这样 澳大利亚是谁的小弟啊 打狗还在看住人的好吗 马克龙你现在针对这个莫里森 你用这种态度 而且这个潜艇这个事情 你看起来还没完 那你美国那边你怎么看 对不对 然后法国跟美国笑脸先赢 但是打美国人的小弟啊 这就是一种态度 这就是欧洲的态度 难不成只有澳大利亚这个事情吗 法国人对待美国人的态度 只有澳大利亚吗 当然不是啊 还有什么 还有跟英国呀 法国要开始制裁英国了 为什么呢 因为渔业矛盾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渔业矛盾只是一个理由 只是一个由头 因为他能够牵涉的GDP能够牵涉的经济力实在是太少了 那么渔业放在全世界哪个国家都不是重点 因为他的经济利益实在太少了 可是就算是这么小的一个经济利益的一个问题上面 为什么法国跟英国就没完没了了 然后就折腾英国 就使劲的折腾英国 走到现在还要再什么制裁英国 为什么 谁让你英国人是谁的小弟啊 对不对 是美国人的小弟 我继续打 美国人想不想要解决这些问题 不管是澳大利亚还是英国这些问题 那你大哥来谈 对不对 你这回你给我取消了钢领关税 我觉得很好 给出利益了 很好 但是的话你要继续给啊 对不对 你再多给一点利益出来 然后的话我这边澳大利亚 我给你送一送 然后你再多给出一点利益出来 英国这个时间我给你送一送 谁让你有小弟啊 大家看明白这些事情了吗 比如说有些啊 那些美国人还在那说呢 你看看美国跟法国牵手了 好棒啊 可是你往身里看 法国人拼命的再打美国人的小弟啊 谁跟美国人走得近 他打谁 为什么 要利益啊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啊 从G20上面 大家就能看得出来 美国以后的趋势是如何呢 就像一直以来 我跟大家说的 你美国给不出利益来了 中国就算是 然后的话 没有做任何的操作 G20会让大家看到了习近平 跟哪个国家打电话 跟这个国家打电话 哎 我们来关系好一点吧 我们谈一谈什么合作 没有 我们不用做任何的动作 我们完善我们自己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电大气客和客大气垫 我做好我的市场 我做好我的工厂 这两件事情 我就同时达到了 我做好我自己 其他的国家自然而然 会有理性的一些想法出现 然后的话 那你美国呢 美国想要壁垒分明 想要壁垒分明 你看看我用外交的手段 跟法国又搞好了关系 可是你另外一只眼 是不是应该看到 法国是如何对英国 如何对待 澳大利亚的 所以说呢 美国人能继续的 往下去走壁垒分明 这条路嘛 他当然还在想 可是讲到这儿的时候 我要多说一句啊 跟美国人说一句 美国人啊 美国人啊 你自己要好好想一想 美国自己最大的问题 是自己的问题 你自己好了 你能够把利益 给出去的时候 人家才会站在你身边的 你现在只想凭借着军事武力 可以没问题 那你归根结底 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一个土匪嘛 对不对 到最后就是一个土匪嘛 王道嘛 恩威并施嘛 你想走王道 你还是想走霸道呢 霸道需要威就行了 王道 你要恩威并施 那个恩你如何来给啊 你给不出来了 你如果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你只想在这个世界上捣乱 你跟欧洲那边捣乱 你跟中国这边捣乱 你想想到最后 谁会是你的敌人啊 对不对 好好的发展你自己 想想以后怎么给给别的国家啊 多给一点恩惠出来呢 美国能想明白这个事情吗 这个时候还在高兴 我利用一点外交的手段啊 我给那个澳大利亚 我把取消那个钢率关税啊 我把利益给澳大利亚 你看我好棒 法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你解决得了吗 核心问题是什么 大家就能从G20这场峰会上 就能看得出来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了啊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